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鱼根笔记,记录生活,分享喜悦 今天的视频,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种黄瓜 以及我将介绍一下今年我采用的黄瓜爬藤的一个高性价比的搭价方式 要种好黄瓜,我们先要选择一个好的地点 那个地点需要满足一些最基本的条件 第一,它需要不少于六小时的一个止射的光照 同时由于黄瓜是短日照作物 如果长时的全日照过长的太阳止射会影响它的花芽分化 那么它的雌花的花蕾的数量就会相对的受影响 所以一个理想的一个光照的安排 上午到下午两三点以前的一个Foursome的区域 午后下午那么给这个植株能够积蓄它的能量 更多的去做花芽分化 果实膨胀的这种作用 一个推荐的好的黄瓜的种植点就是有更多的早晨的持续的六到八个小时的光照 然后强烈的西塞呢,这些黄瓜最好也能够躲过 那么就这样的一个光照的条件呢,是一个最佳的黄瓜的一个种植地点 那么种好黄瓜的第二点 那么我们需要对黄瓜的这个菜床的土壤做一个充分的提前的准备 黄瓜是非常喜肥 它的根系又特别的敏感 相对而言,我们需要准备一个非常疏松透水保湿 同时又富含各种有机质的一个土壤环境 只有在这样的土壤环境下 黄瓜的根系才能扎得更深更广 它的后续的吸收能力才更强 这样的话它才能持续的源源不断的给黄瓜提供足够的能量 产生更多的果实 那么种好黄瓜的第三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关于育黄瓜的状苗 黄瓜呢,我比较推荐的一个做法 您不需要特别早的提前育苗 建议大家在最后的双冻日的提前一到两周取育苗就足够了 当这个黄瓜产生两片强壮的针叶 新的藤蔓刚刚开始生长 比如说我现在这里的这个苗的这种大小 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移栽下地的一个情况 那么通常这样的植株它的根系在你的容器底部 还没有真正的开始缠绕 那么对于这种根系非常生长非常敏感的黄瓜来讲 把握好这样的一个时机去移栽 那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黄瓜的这个状态 可以看到这个根系刚刚开始将要缠绕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下面 那么更容易的保证这个黄瓜苗的顺利的在新的环境里去成长 我们很多时候从园艺店的地方去买回来 千万记得不要去买那种在货架上时间过长 我们已经看到明显的有很多的新的花絮 雄花雌花的小花蕊的生成 这种苗它的根系一定发生了大量的rubound的情况 对于将来的扎根新的吸收能力的这种状况 它在后续的表现一定会非常不好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西湖乳的苗 尽量避免特别严重的根系缠绕的 包括说它有很多的这种花絮花蕊已经生成的这种苗 当然如果您所在的地方中止基特别长 我推荐你可以对黄瓜做直播 那么通常直播长出来的苗比较强壮 那么你的气候条件适合了 它就会有后续更好的一个表现 种黄瓜还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就是一个移在下地的一个温度条件 那么只有当晚上的温度稳定在持续10度以上 不见下您才可以黄瓜苗移栽下地 黄瓜下地移栽当中的一些小细节 一个就是株距的控制 那么过去的几年我一直沿用的 因为我是单排单株的一个种植 所以我通常控制的是16英寸的差不多40公分的株距 我平时的种呢 我这边有一个我膝盖的垫子 这个是正好是40公分 所以我通常的一个做法 就是用这个垫子的位置去边缘种一棵 在另外的一个边缘再去种一棵 以这样的一个参照物去做这样的一个黄瓜株距的安排 那么你也可以简单的用一个木棍啊 去裁一段你所希望的一个株距 那么通常一个黄瓜的一个合理的株距 应该是在12到16英寸之间 那么差不多就是30到40厘米的一个株距的安排 那么黄瓜需要的一个土壤的撇直呢 是中性或者微减性的环境会表现得比较好 那么如果你用泥碳土的一个条件下呢 你可以稍微添加一点石灰盐 这个garden line去导解一下 包括后期你可以通过加碱性的草木灰 黄瓜结果的阶段 一个是把土壤的环境不会那么酸 那么黄瓜的生长会比较好 同时呢又提供了很多的钾肥 所以你可以后期添加一些草木灰的方式 来去改变这个土壤的碱性 那么我因为经常钓鱼嘛 所以我对种黄瓜呢 我通常也是一样 在每一颗黄瓜的下面买点鱼 只剩下一点鱼的耳鱼了 为了遮掩气味呢 还是一样 我们可以加一点这个garden line 同时综合掉一点泥碳土的这个酸性 这边啊那个还是这里还有小蚯蚓 这个坑填平了以后就在这个上面 我们把这个黄瓜种下去 那么种之前呢 我还是会稍微加一点育原 然后我会加一点点这个非常低含量的 氮磷酱指数比较低的有机肥 那么对于初期的黄瓜苗的稳定的生长 把它混合一下 这样我们这个种植栋的土壤准备就OK了 那么我们需要离开这个爬藤的前面三五公分的距离 那么这样便于将来这个把瓜藤很容易的引导到这个爬藤的架子上面 那么就这样我们就种好了 最后一步呢 我们需要再表层加上这个稻草的保湿层 这样的好处就是保湿又防止这个病害 通过底部的叶片传递给这个小苗 这样我们就种好了 最后呢我们就是浇好定根水 黄瓜呢是比较洗湿 但是呢又不能泡根的一种作物 所以一直要保持土壤的一个稳定的湿度 这样的黄瓜才会有好的表现 那么我刚种完了今年后院的这个十颗黄瓜 那么我顺带介绍一下我今年使用的这个爬藤的架子 这个架子呢往年我都是跟传统在华人世界很流行的 用竹竿也好啊 我这边长竿也好去搭这种一支架的方式 让这个黄瓜去爬藤 那么这个搭一支架呢 我感觉呢就是相对来讲 每一年我现在这个菜床里面 它占据的空间相对大了点 那么我今年想着把黄瓜搭在这个最靠里的 因为它长得最高嘛 那么从光线的角度它在最里面 那么以这种条件下呢 我想有一个单面的爬藤系统会比较好 所以我在市场上呢找了这样的一个 在西人世界里比较流行的 这样的一个这种塑料的网状的一种网 那么通过这个支架 我用的是这个Home Depot的这种 我前两年买的一块七毛九一根的这种 两米四的这种木杆 然后这个木杆 那么我这个菜床呢 正好的尺寸就是12英尺 那么差不多是三米六 也就是我这边有一个这个包装 它应该是一米八成三米六 这个是在本地的各种工具园艺店都有卖的 应该在Home Depot Home Hardware都有五块多钱吧 一个这样的一个网 它是一米八高三米六长 然后我觉得成本也蛮低 然后你很容易的通过把这个 我这个木桩是八英尺两米四的 那么我打下去六十公分 同时我在旁边呢 加了一个支撑的这个铁杆的支支 这个叫REBAR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方式 那么就很稳定的把这个12英尺的 这个菜床的这个木桩就这样固定 然后我在侧边呢 会打一些这个叫deck的螺丝那种 那么我很容易的通过这种螺丝呢 我可以把最边上的这些网 这些部分呢 勾在这样的一个边上 把这个网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很好的这样的拉伸 那么我唯一不确定的这样的网 它的强度 当我这个十颗黄瓜挂满锅以后 那么目前我手感觉上的话 强度也还不错 那么我特意在顶部 加了一根粗的尼龙绳 作为这个最顶部的一个支撑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构造 就有一米八的高度 那么对大多数豆角黄瓜的爬藤的这个高度来讲 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不错的一个高度 那么总的来讲 两根一块八两根加上中间的网 那么差不多就是一个十块钱 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建立起来的一个适合豆角啊 豌豆啊黄瓜去爬藤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么今天关于如何移栽黄瓜 以及如何给黄瓜搭一个高效又高性价比的爬藤的系统的介绍 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分享 请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请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